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闆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继续大家送上十七八二大师局,VP如月,对两匹张无忌 红白的经典 CP 红白 从首先来讲 整个红人是要压制住白人 应该是白人压红人 因为他的这个波块 好,来到 两匹的版边 神龙 神龙选择了旋风腿 好,打一个插盒 他不选择生龙 生龙太慢,有可能打不中 旋风腿的话,我又是一个插盒 紧身 完了 好,紧身他选择打第一点 如果选择打高点 打第二点的话是安全招 走 走 好,紧身 这个落点抓得很好玩了兄弟 哇 1,2,3,4,5,6,7,8,9 漂亮 1,2,3,4,5,6,7,8,9 好,旋风腿二连 那中间用了一个下臂啊 来连接 他一个跳地打逆向 这样一旋风腿 落点的话抓得非常好 有点差 下班,好,过一个波 因为生龙慢啊,落地比较慢 所以说容易有破绽 那如月的话 我觉得他的应该用的更好一点啊 打兵用的更好一点 好,神龙 搓两点 好,再生龙 不能跳啊 看得死死的 好的,起身一个凹 越想着起身的熊龙腿 这个过波过的是很有味道 那好人机把凶多吉少啊 刚刚说完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刚才那把高能不断 走 那红牌最好看的还是拼下盘 完了,又是这招 1,2,3,4,5,6,7,8 5,7,8,5,漂亮 哇,这个师哥 这个猴人的师哥真的是帅炸了 他的连接的逻辑非常的清晰 而且招招致命 一个perfect 起身 好,选择打身后啊 对方起身很快 反身抓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拼下盘 打插盒 好,高点 第二点 打第二个高点 起身 火一个圣龙 再火圣龙 第二点 哇,漂亮 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啊 高能啊,真的是高能 能在 对方的头上拿到这种连段真的不容易 下班 火车一下 起身 有点搞反了 红人把白人逼百边 一般是白人把红人逼百边 好,连续打起身 漂亮 1,2 那班人收拾起来也是快刀斩乱 因为他的拳很,这个腿很重 走 好,现在龟缩到板边 又出来到中场这边来纠缠一下 打一插盒 红人打到机会就前进 旋风队 白人打 红人起身的话 不太喜欢跳 就选择发一个波 神龙 好,请应该不给对方留这个起跳的空间 现在比较反边 比较惨 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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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出来 没有选择神龙 也没有选择旋风腿 啊 这个没办法 好 好的 那大家喜欢的群人结束 请点播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